大家好,我是劳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7月19号 上午的8点49分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这个疑似plus客服coco推荐的打币地址 转币去了哪里 希望大家喜欢 因为最近呢问的人比较多 很多人都问这个SM卡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么今天呢通过查币呢 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首先还是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合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 录时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我们先看看新闻 那么德国自身中文网报道 全球新冠感染人数创新高 这是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那么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最新数据 全球一天之内新增案例超过23万8千例 再次刷新了记录 目前新增的案例呢 主要发生在美国、巴西、印度和南非 平均死亡人数呢 一天是5千 那么这个呢是非常的可怕 因为我们目前呢还是第一波疫情 那么等到暑假以后呢 大概11月12月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有第二波的疫情 那么第一波呢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而且呢还是在不断的增加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消息 那么对于我们要去国外推广design的人来讲呢 还是要尽快打好疫苗 疫苗相信很快会出来 好 那么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 也报道了这个寻价市场人民币下跌 中美对抗持续升级 而且A股暴跌 那么因为受到了中美的贸易战的影响 那么人民币呢会这个市场价格也会下跌 而且A股呢前段时间因为政府拉盘 那么后来呢也无力 那么也开始下跌 所以这个呢对于整个经济来讲是坏事情 但也对于我们plus用户来讲是好事情 那么中美对抗越激烈 那么disapp的出来的速度就越快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好 我们再看看纽约时报的中文版 中文网说 美国的司法部长登出美国的公司 据做中国的棋子 那么这位老哥呢就是美国的司法部长 那么他是叫做William P. Parr 周四呢说指责美国公司向中共进行政策 叫什么 颓轻呢 就是说 市营部门应该更坚决的 抵制他所描绘的 中国通过欺骗和淋霸手段 接管全球经济的腐败行为 那么他呢也是跟蓬佩奥一样 对这个中国共产党深恶痛绝 那么他呢会给中国更了越来越多的压力 那么对于我们迪赛普来讲呢 退出的速度呢也会越来越快 好 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又一个新闻说 中国面临十世纪的楼市泡沫的难题 规模呢达到52万亿美金 疫情之下由于担心其他投资会到了全球经济方向的影响 很多客户呢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中国楼市以求避险 那么经济学家呢因此也产生了资产泡沫 已经超过了本世纪头十年美国楼市的泡沫 那中国的楼市泡沫呢已经大家都知道 那么现在有疫情呢 现在实验呢更不景气 那么有更多的人去买房子 那么其实现在去买房子 真的是不是特别好啊 因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哈 那么最理最聪明的办法呢 是应该投资在这个加密数字货币上哈 这个楼市呢 我讲到现在来讲呢 已经没有太多的投资价值了啊 好 这个德国之声呢 讲哪哪些国家禁用先用华为的5G技术啊 那英国政府呢 本周宣布将华为全面排除在5G建设以外 那么几经反复以后呢 英国政府呢 终于搭理顺应了华盛顿的要求啊 那么这里写了有哪些国家禁用或者限制华为呢 主要就是五眼联盟啊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还有加拿大啊 还有法国德国啊 那些五眼联盟呢是禁用 那么法国德国呢是限制啊 那么相信这个任志飞呢也很郁闷啊 那个以前呢 华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哈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哈 所以呢 这些国家呢 都把他们的愤怒 把他发泄到华为的身上哈 所以华为呢 就当了替罪羊哈 那没办法哈 所以因为跟这个国内的政府有合作 那么就被禁用哈 非常的可惜 相信呢 这个任志飞呢也是很郁闷啊 那没办法哈 好 我们看看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说三峡的枯位超出警戒水位12米啊 三峡的水库流量呈现胖风啊 那中国长江水利委员会报导 说长江2020年2号洪水17日在上游行程 那么三峡水库路库速度快速上涨到5万立方米 啊 然后呢 预计到17号晚上8点呢 三峡水库的最大的库流量在55000米每秒啊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啊 超过了98年的洪水啊 那么大家要小心啊 住在河边的朋友呢 尽快要这个远离一点啊 好 我们再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 说推特遭大范围网络攻击 众多知名用户账户被黑 啊 那么他现在才来报道周三的事情啊 说黑客呢 录侵了比尔盖茨 威斯登 拜登 还有奥巴马的名人啊 那么他他这篇文章里呢 也没有写是谁干的 只不过是说发生了这件事情啊 那希望呢 我们能找出幕后的真相 啊 我们会持续关注 好 这里也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说COVID-19 那个阴影下农业未来的十年展望啊 那金河组织和联合国的两种组织认为 展望未来十年 对农业和粮食而言是正面的啊 啊 哪怕对COVID的在短期内的供应链产生重大的影响啊 啊 啊 这个 啊 金河组组织的秘书长在以联合国粮农组织举办的2020到2029农业展望会上成论 这是个机器特殊的时期 那么全球的粮食体系遭遇到疫情的冲击 能不能看到货架空了 卡车被困在边境 那么供应链呢 很快就适应了啊 啊 他说全球的粮食下跌是基本的趋势啊 但是目前来讲呢 因为有疫情和洪水的影响 所以粮价呢 可能会这个不太稳定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啊 如果能囤点粮呢 可以囤点粮啊 好 那么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英国BBC报道说肺炎疫情 新疆的疫情反弹 那么中国卫健委的专家赴新疆调查啊 那么新疆 中国的新疆乌鲁木齐连续三天 出现本土的感染病例啊 啊 疫情反弹引起瞩目啊 那么中国新疆到啊 都发生的新疆乌鲁木齐啊 那么航班呢 也被取消了啊 那么我们要注意提醒这个乌鲁木齐的副老师啊 哈哈要小心啊 好像据说封城了已经啊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呢 能够尽快的被控制啊 非常的可怕 而且这种新冠病毒呢 你很难彻底消灭啊 它是不断的会往返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 好我们再看看新闻 这里写的是互联网巨头 陆局DCP生态 央行数字货币布局正在加速啊 这里呢是援引彭博社的报道 说中国人民银行在美团点评上啊 测试其数字货币啊 他说美团呢 这个 在拥有4亿用户啊 是全球最大的外卖平台之一 公众的频繁使用率都很高 而且具有较完整的清算体系 那么具有较高的数字货币的应用价值 那么DCP跟他合作呢 一方面呢 凭借美团庞大的客户量 可以深入拓展商户端的应用 增强商户端的使用意愿啊 并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支付方式的一个新的变革 另一方面呢 可以通过大范围用户在多频次的使用中 用数字货币的技术框架体系的性能测试 进一步展开对于系统理论性的啊 对于系统理论可靠性 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的可用性 流程的便捷性 场景的适用性和风简可控性的优化升级啊 那么他这里的重点呢 是这个理念炫强调称 此前央行对外指出 DCP的试点测试 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工作 并不意味着央行数字货币的正式发行 核实正式推出上没有试点表 那么因此以互联网公司的合作测试呢 也只是测试进程中的一部分 并不意味着DCP的推出 但是也意味着离DCP的实际落地更近了一步啊 所有的都是利好的消息啊 那么我的个人的认为呢 就是说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啊 因为相信这个在测试完了以后呢 就可以正式发行了啊 因为已经是跟这个商业机构有合作了啊 那么正那么很快相信这个等他测试完毕以后呢 就可以公众见面了啊 所以大概率呢是在10月1号之前啊 好那么我们再看看一个火星财经的报道啊 说币安研究所的名誉科学手续科学家说DCP呢 最终将会取代现金和支付APP 所以说他说他是说DCP呢不断是取代现金 而且还会取代这个支付APP 比如说微信和支付宝啊 所以他对他的DCP的前景就更加的看好啊 那么币安中国的区块链研究所的这个名誉手续科学家啊 叫做Logio Wattenhoff说央行的收入货币 分别用来满足日常支付需求的支付层的账户 仅个人可信的基础层还有银行的账户 那么其中银行的账户里面 私钥呢将会由个人和银行共同保管 那么后端呢就是区块链的技术啊 所以他对于这个DCP的未来的前景会更加的看好啊 那么这个是币安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的一些分析啊 好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疑似plus客服这个Coco推荐的打币地址去了哪里啊 那么在电报群里面呢啊 有一个群里面讲的是plus客服啊Coco 那么他呢是推荐大家去买这个SM全球专卡啊 给了一个地址Linux DAB971D啊 那么让大家呢去交150个美金啊 然后输入到这个地址 那么我昨天看了一下呢 它是已经有一万多块钱了哈 说明有很多的用户呢已经在往里面打钱了啊 那么大部分的用户呢是从火币网打过去的哈 有火币1火币9火币12火币3火币7火币10 看见没有 那么还有少数呢是从别的交易所或者从私人地址给打过去 每个都打150美金啊啊啊150个USDT 但是有的人多打了一个哈151个 那么最近的一些进展呢 就是说多打的那个一个呢被退了回来哈 说明还蛮有意思哈 另外呢除了退了这一块钱以外呢 他还有一个转账哈是去有52个啊USDT去了另外一个合约地址 那么很多人就私聊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哈 这个是谁的地址哈 是不是钱被转走了 为什么只转了52块钱哈 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钱还在这里哈 这个地址上呢这个USDT呢还是有一万多个 说明大部分的资金呢还是在这里头 但是确实有小部分的资金被转走了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查一查这个转走的这52个USDT 去到这个合约地址是属于谁的地址哈 那么刚刚这个一块钱的就是去了这个本身那个人的哈 因为他转过来了嘛 好我们来看一看哈 那么这52个啊 啊啊USDT去了什么地址哈 我们看到这里写的是一个合约看到没有 他一个小的图标 他的地址呢是Linux41F8D14C94哈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里写的是个contract的就是合约哈 Linux41F8D14C94哈 那么这上面呢有5万多美金的USDT还有别的代币哈 总共是5万多美金上面的以太坊呢只有1.49个 说明他呢不是主要是靠以太坊的哈 主要是还是看他的代币哈这个这个合约哈 主要是做代币用的哈 并不是做以太坊 因为以太坊只有1.49个哈 而且我们看他的这个ERC20的代币哈 他们他呢有很很交易非常的密集哈 有4分钟4分钟4分钟6分钟6分钟 说明他是一个啊这个地这个地址上的交易呢是非常的频繁的一个交易哈 而且我们看到了他有进有出有进有出哈 你看而且他的数量呢正好是有进的跟出的都是一样的哈 就是说我们看前面后面可以看到哈 说明他是一个中转地址 那么他地址上有哪些代币呢 有这个WETH哈 就是一个以太坊的一个转换器哈 然后呢有USDT哈 说明他是比较有各种各样的代币哈 我们看下一张图哈 里面总共是价值5万美金 这张图呢就更详细一点哈 说明呢他你看有进有出有进有出 你看啊进去出来啊出来进去都是你看626.718071 那么有进有出626.718071 看见没有这个也是一样的哈 所以你看进去出来都是670659 你看说明他就是一个中转地址哈 而且他中转地址上面的不同的代币 主要有哪些呢有这个PIX哈 有USDT有USDC 有DAI有WTH 你看这些币都是plus经常用的哈 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合约地址呢是plus的地址 而且这个合约呢他就是一个中转地址哈 用来中转这个稳定币的哈 全部都是稳定币啊 可以证明了这就是plus的地址啊 那就说明了这个地址呢 那再一次说明了这个Coco给的这个地址呢 确实是plus的地址啊 不管他的转路还是转出都是去的是plus的地址啊 那么是不是这就证明了这个这个Coco是真实的plus的客户呢 还不能那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地址是对的哈 但是他这个钱并没有转走 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用户打的这一万多美金都转到这个plus的地址 如果是转入了plus的地址 那就说明这个Coco是真的哈 但是他的钱还在这里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说Coco呢是一个搞恶作剧哈 随便只拉一个plus地址让大家转钱 但是呢Coco呢并没有能力去拿到这笔钱 那这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哈 至少这个钱大部分都在这里没有动 动的呢只不过是一个小钱哈 去了一个合约地址就是plusm方啊 所以呢这个地址到底是这个Coco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到目前为止呢还不能判断 因为这个主力资金还在这里还没有动 我们只有等到这个主力资金动了以后呢 我们再跟踪这个钱的走向 如果是去了plus的地址像这个合约地址 那就说明是真的 那如果这个钱去了私人钱包地址就被别人拿走了 那说明Coco是假的啊 所以现在还不能判断 只能说这个地址是真的哈 是plus的地址哈 但是并不能判断这个Coco是不是真的客服还是假的 或者是开玩笑的搞恶作剧的还不能判断哈 那么我们呢也会持续的观察啊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BC的动向哈 你看又又USDT两枚资钱包哈 又是基本上就是plus的哈 还有3000万枚USDT转入火币 你看都是基本上都是plus的啊 还有说美国的媒体报道哈 黑客啊 又是这个推特哈 好 基本上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 好 感谢观看